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好 今天要给大家表演的是我的美妆 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就开始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BB霜就是比较轻棒 然后不容易咔粉,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来了许多 大家推荐我的黑武器 真的是用的都说好 不是广告,就是真的好用 这是我之前在日本当街的时候买的 我给你看啊,这个遮瑕膏 我已经不是这样了,就特别耐用 我感觉再用下去,这个遮瑕膏就要过期了 因为两个色号不一样,然后再一次我又去日本的时候 我买错色号了,比这个深衣色好 因为这个遮瑕我觉得好的就是,它不用调色 它就是一下子就,这个副色很适合我 就是FN10,因为我是属于那种黄皮 就这个,这个刷子超k 这刷子要10块钱 我在桃包买的,就这两头刷子 大家应该,我们现场 都那种现场给补妆的化妆室 他们就是这个,然后我给大家 就是推荐的就是一个遮瑕的小技巧 你把遮瑕膏,这样 因为我是泪勾着颜色比较深嘛 就这样 就这样,虽然好像很丑,但是 呆着,这样呆着 你不用怕它会干,因为这个很滋润 这个跟你讲,这个学窍就是,你买回来之后 它可能会有眼干,你放兜里霧里霧里霧 或者是带暖气房,或者是你拿那个吹风机 轰一轰,就是它温度高一点 它就很遮瑕,滋润度也很高 而且也不卡粉 眼睛就这么先呆着了 然后眼妆我是先用这个 这个姑娘 极飞沫 化妆很粗糙 然后用这个 这个颜色 辣地色吧,就是轻轻的,少沾一点 先给我的暗皮 再打个底 因为我的眼睛一种片都是一个颜色 一种片都画一串 这块稍微带一点 眉毛和眼皮中间 这样会把眼睛消肿一点 现在我晕一点下来 大家不知道的 先吃点发眉毛 这个眉笔是我看人家自己直播的手办 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喜欢那种 很快速的,就是 我不喜欢就很细的眉笔 我给你拍我的画面不重要 我按照自己的眉毛情况 使用黑色彩长的眉毛,就跟脏肺炎一样 眉毛长什么样了,就化成什么样了 好,就睫毛在我脑袋上 噢,我要许悦 噢,对,我妆体要先抹唇膏 我给大家说 这个唇膏你一定要用棉签抹 你不能用手抹 因为有很多人都说什么 抹完之后有唇颜什么的 我跟你讲,这不是 我之前用手抹的时候 有的时候嘴巴就会像唇颜 就不舒服,会有点痒,会有点疼 但是你只要用棉签抹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个眼线膏反正就是一个 也是我当时买眼影的时候一起买的 因为眼线膏也是比较自然 我用的是棕色 我帮你回来 你听到了 你懂? 他一会儿在实验系 啊,先到回来了,先到 等他,他一会儿找不到我 因为他跟你想不到我被在棕牌室化妆 等下个外面都狗了 还没想到找我 好好打去听 好好打去吧 我答应他 我妈讲到我 在那里 我在棕牌室 这个光比较好 知道什么 上面写的 听的 为啥日本买的 我觉得这个箱包很好 好像有这个箱包 那这个箱包就什么意思 就是太好戏 他没有kissme好戏 因为kissme很大 因为我房间上还有两只心的 因为kissme有更好戏 但是如果他在镜头线 他就会好戏 我发现会是一个化妆最能八万人 不 我不在书们 看下自然打眼睛 我刚录完视频 我才发现 我刷腮红和测影的时候 视频没录上 就是我中插一下 这个腮红用的是爱丽小湖的橘色 因为我比较喜欢橘色 然后就少占一点在这 就是苹果今天就更爱上了 然后我的测影 就是用的一刷爱丽小湖的 然后一起买的就是 刷开 拿刷子 刷开 因为我一般是不太会用鼻影 我就用在上面多剩下来的 然后把这边 先进 看脚相机多了 大笑 用我的高光刷子我又没有带回来 我的高光肯定要用 这先前刷 刷子 给我的鼻梁 哦 长高高 鼻梁长高高 眉睦长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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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感到我觉得 可能有的人会带西方 有些是橘的有点影光 但我觉得很显摆 然后这个颜色 橘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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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结束了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人家的美妆部署应该是怎么样 配的那种很珍稀的味道 然后就是这样 我的化妆视频就结束了 让我加上来 能看能看清吗 好啦 今天我的化妆视频就到这儿啦 下次要是想看什么的话 可以带我的频道去留言 然后我来拍一拍 记录你记录我的生活 小心啦 拜拜 拜拜 拜拜